现在就下载酒吧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带你细细品尝生活的点滴趣味 与你共享生活品味 走够了 尝过了 不自由 舍不得灵魂 被拘禁了 要得太冲动 爱得太深刻 多奢求 就有多失落 越有眼 越会泪流 她选择 我月亮走 回忆的森林 太黑了 没有烛火 不要走 曾在雨中 狂乱着 然后狠狠 生病了 何就算曲折 比海洋好多 多汹涌 就会多惶恐 越清澈 了解越多 她微笑 往往 往 往 月亮走 FM98.1 酒吧新闻台 欢迎收听酒吧行家品味 我是依萍 10月份的时候呢 依萍去了一趟故宫喔 其实我最近还蛮喜欢故宫的 因为自从观光 今年的疫情 观光客比较少了之后呢 我就觉得故宫 好像是一个蛮清幽的地方 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大概个别在八月份 暑假的时候喔 还有十月份 国庆廉假的时候喔 跑去故宫 我都觉得 哇 那个整个观赏的品质 都好好喔 所以呢 我也借此呢 在故宫发现了几个 很不错的展出 然后尤其十月份开始 有一个展出 我觉得蛮特别的 它叫做 她女性形象与才艺的 这个特展 是以女性为主角 来做的一个 策展的内容喔 所以呢 我今天邀请到了 国立故宫博物院 书画处的处长 刘芳如 刘处长来到我们的现场 帮我们介绍 从十月六号开始展出的 这个 她女性形象与才艺 哈喽 刘处长好 一平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是刘芳如 是处长好 处长这个 这个展其实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 其实我在故宫 对故宫的印象 都觉得说 是不是都展出的 都是一些皇帝的啊 那种很有钱的人 她们的一些珍藏啊 或者说很有才的人 她们的一些画作啊 这些艺术作品 那怎么会从一个女性的角度 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企划 其实故宫典藏 女性形象和女性书画家的作品 超过两千件哦 这么多 对 不仅数量多 也具有很高的品质 所以 长年以来 我们已经举办过好几次相关的专题展览 你说针对女性的特展哦 哇 那你记得的有什么 对 就我记忆所及啊 还有 有些我也亲自参与过的 是是是 像1988年的 是女画之美 1988年就有了 对 那个时候展出了 三十多件作品 然后是2003年 有一个展览 叫做 全方浦 女性的形象与才艺 那那是一个大型的展览 那里面书画就占了六十件左右 比较近的一次是 2015年的 豪素风采 明末清初的女性绘画 展出十三件作品 不过如果以展览的规模来说 我们今年十月推出的 她 女性形象与才艺 虽然说沿用了十几年前 群方浦的展览的副标题 但是在选件内容上 我们做了不少调整 展出树画的件数 也比以前更多 这次总共展了71组件 而且呢 其中包含了十件国宝 和十二件重要古物 可以说是一次 以女性艺术为主题的精品展览 所以其实以前也有针对 女性的一个主题 做过一些策展的规划啦 只是说这一次的那个 选件的件数又更多 是 对 然后你们企划的概念 又更不一样了 对不对 对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处长进入重点了 就是这次策展的 这个规划的内容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区分 这一次的特展 我们分成群方静秀 和女史刘芳两个单元 群方静秀是展出53件 从宋代一直到现代绘画中的 女性形象 那女史刘芳是旋展18件 历代女性艺术家的创作 包括有书法绘画 克斯和刺绣 这两个单元里面的作品内容 都非常的多元 而且每一个时代 画家的艺术风格 也很不一样 很值得大家一一的去欣赏 所以其实挑群方静秀的 这个作品 其实会稍微比女史刘芳 多一点点 对不对 没错 女性的那个艺术家 毕竟在过去 还是比较不被重视 比较难出头的吧 而且能够流传下来的 也相对比较稀少 以故宫来讲 全部加起来 也不够两百多件而已 两百多件 整个故宫才两百多件 是的 那他们都是用自己的名字 来那个出现吗 还是因为我看 因为其实说实话 我有去看了这个展览了嘛 我看到好多那个女性的作品啊 他们其实都是用什么事啊 求是啊 或者说可能不是她本人真实的姓名来出现 对不对 一般来讲 能够流传姓名下来的女性艺术家 真的非常少 那您刚才有提到求是或者是于是 这已经算是少数流传下来里面 很不错的机会 能够有机会出头的例子了 真的哦 有些甚至是无名士了 对不对 就可能是可能是女性做的 可是根本不晓得是哪一个女生写的 或是画的 没错 OK 好 那这两个单元呢 群方竞秀 还有女史流方 我们来请处长呢 帮我们各自来挑选一件 比较值得大家去细细品尝的重点来来看 好不好 好的 我首先想建议大家看的是 明代求英的汉宫春晓 这幅手卷全长有574公分 很长的 对对对 那内容是描写春天早晨的汉代宫廷里面 聚集了几十位嫔妃 他们所从事的活动 包括有琴棋书画 舞蹈 剑赏古董 种花 养鸟 照顾小孩 刺绣 烫衣 等等 甚至还有一段 是画师帮 嫔妇妃画像的桥段 真的内容是琳琅满目 让人目不暇击的 这一件作品啊 它一方面表现出 画家对于汉代宫廷 嫔妃的生活想象 那另外也反映出 画家 他所处的明代 对于当时女性的观察和描绘 真的是故宫国宝级的一件人气名作 这个这幅画作当初创作的背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缘由啊 就是他球音怎么会去无缘无故想要画汉宫春晓呢 是因为球音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明代的著名的收藏家 向元变的家里面 从事古画的临摹 这一幅作品也就是他在向元变家里面 根据向元变所收藏的一件古画 而临摹创作的 OK 所以故宫对于这一幅有574公分的这个画作呢 有没有做一些特别的导览处理 让大家 因为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去看这么大的一个画作 但一定有些美感吧 我不可能这样从头上一直盯到 我一看完一幅画可能就不知道多少时间了 有没有一些重点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就是说明 可以大家去看的时候会特别重视这几个地方 其实以构图来讲 这一张画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重点 那观众朋友或者是听众如果去故宫的话 你不妨朝那个人员聚集最多的那个点 开始欣赏 然后慢慢延伸到画面的每一个角落 我在这里顺便打个广告 就是在我们的导览大厅 有针对求音的汉宫春晓 把它做成一幅动画 哦 有动画 对 所以你在进入过宫他这个展厅之前 我建议你先到一楼的导览大厅 去看一下动画的呈现 那当然动画它不是画里面每一个人都在动 它是挑选出几个重要的部分 把它活动画了 可以帮助大家很快的就找到这幅画 最吸引人的重点 太好了 我觉得现在故宫都会设计一些就是巧思 让大家在赏画的时候 很快能够进入重点 我那时候刚刚录音之前 那个处长就问我说 有没有去看一些这些相关的设计 有没有发现这些巧思 我说不好意思 我真的比较老派 我就是那种一到了那个展览处 就直接从头看到尾 然后就算看不懂 也尽量就是想办法去体会的这一种人 所以以后我们进入这些展所 尤其是故宫 我们要去找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地方 他们会善用一些巧思 用动画 或说用一些图卡 来教我们赏画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进入这幅画的重点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依萍下次再去看一次 对对对 会的会的 好那刚刚呢 刘芳如处长呢 在帮我们讲了是 明朝的 求音画的 汉宫春晓 那还有 你说还准备了一幅作品 你要来跟大家做说明的 对不对 对 这次在女史刘芳里面 我想推荐大家 去关注的 还有元代的女书画家 管道生 管道生的先生是 非常有名的书画家 赵孟甫 哦 这个大家念过 应该都 应该都 对 念过书都知道 赵孟甫 管道生是在28岁的时候 嫁到赵家 那因为受到老公的潜移墨画 所以他无论在画墨竹 写书法或者是文学各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有一首我相信大家都能朗朗上口的 你农我农 其实他的原创人就是管道生 真的 这首 这个词从这么久以前就是由管道生创作出来的 对 他的灵感 据说是赵孟甫在50岁的时候 曾经想过要纳妾 那管道生他就写了这首我农词 让赵孟甫在读了之后深受感动 从此就打消纳妾的念头 哇 真的哦 我觉得赵孟甫呢 有一个妻子这么有才 也不应该在纳妾了啦 对不对 那这一次我们故宫展出了一封他所写的 至中风和尚齿读 这是一封感谢函 那文字呢 长达500字 其中呢 融合有楷书 行书 草书 三种字体 用笔既秀雅 又富有变化 就充分的能够展现出管道生高人一等的才华 这一封词读的最右边有管道生自己的署名 道生两个字的下面盖了一个印章 那印章的内容写的是赵管 可见他还是灌了夫姓的 我觉得那个年代应该难免灌了夫姓啦 但是我觉得赵孟福能够在婚姓当中呢 让这个管道生在他的这个才华里头这样子去挥洒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状况了 是 好 那这个呢 其实今天处长在节目当中 帮我们介绍了国立故宫博物院的 他女性形象与才艺特展 那还有很多精彩的地方 我们先广告休息一下 下一段我们再来跟处长聊一聊 这一次的特展里头 还有哪些背后有趣的故事 这些化作背后有趣的故事 FM98.1 98新闻台 欢迎收听98行家品味 我是一平 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 跟我们在一起的是 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处的处长 刘芳如刘处长 他今天带来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展览 叫做 他女性形象与才艺 这个特展是从10月6号就开始展出 一直会展出到12月27号 欢迎大家可以到故宫的 就是外双西那个故宫博物院去观赏 哈喽处长好 你好 是处长我们刚刚前一段 您帮我们介绍了这一次 整个特展的规划 主要分了两个单元 叫做群方竞秀 还有女史刘芳 那我想在这个群方竞秀的单元里面 跟处长再进一步请教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各个时期画家笔下的女性样貌 然后我们在欣赏这些古代侍女画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看出门道啊 群方竞秀啊 一共展出了宋元明清 到近代的女性形象作品 并且呢是按照时代的先后来陈列的 如果您仔细的去比对 确实可以看出一千年来 女性审美观的演变脉络 比方 周访条音图 李公林立人行 这两件宋代模仿唐朝的名作 就凸显了唐代女性 崇尚风云健美的特色 另外像王生秀龙小镜 前选招凉侍女 这两幅宋代典型的侍女画 人物的身材比较修长 也很清楚地反映了宋代对于女性的审美 已经逐渐趋向于清秀婉约了 到了元朝 因为是蒙古人治国嘛 我们看到当时皇后的画像 一个个脸型很浑圆 眉毛都画成像一字形 装扮就跟汉代的汉人大不相同了 明朝以后 女性又回复到以瘦弱为美 当时有一句话讲说 先瘦得美人泰 明朝中期最著名的两位侍女画家 比方唐银就是唐伯虎 还有球英 在他们笔下的美人 不仅是眉清目秀 体态也是弱不经风 清代侍女画受到他们的影响 也纷纷地去追求林黛玉式的美人形象 一直要到明国以后 部分的画家他接受了西方绘画的训练 开始注重写声 才又出现比较写实健美的典型 那我们这一次为了让观众可以更深层地去探索女性的各种议题 策展团队还筛选出九个小单元 那设计成为可以让观众拿在手上一边走一边参考的手持版 哦 有手持版 对 那另外还有可以让市场朋友使用的触摸台 你知道我有去摸吗 明眼人也可以用的 对 我觉得好有意思哦 你可以摸出头发的造型 还有头上戴的帽子的形状 都是很有趣的一个实际体验 另外还有可以跟古代美女合影留念 打卡送回给自己手机的多媒体互动装置 还有这个哦 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亲临现场去体验 我相信您一定可以获得不同于以往的观展乐趣啊 其实这些设计啊 很有益于带那个小孩子去耶 因为小孩子可能你觉得他看这个展会觉得有点无聊 可是透过这些互动多媒体的装置啊 他们可能在看展的同时呢 他们也感受到一些乐趣 因为现代难免嘛 这些多媒体啊互动的装置 都比较会吸引小孩子的一些眼光了 对 我们非常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看展 而且我们这次还很贴心的设计了六款 适合儿童小朋友阅读的儿童卡 用的文具非常白话易懂 那也是帮助小朋友不必靠着爸爸妈妈的解释 自己就可以了解这些画作的内容 对 像我看这些儿童卡呢 我就觉得受益良多 像是那种有很多那种画作上面的一些人物啊 就是透过这些儿童卡呢 我就觉得哦 原来他是这个人 然后哦 原来他的故事是这样 我就觉得很 对我们看画作的那个当下的感受很有帮助 是 我们希望照顾到每一个不同年龄层的观众 是是是 然后呢 其实这次的展出呢 也搭配了很多场讲座 那第一场呢 其实呢 就是由我们刘芳如刘处长 就是打头阵 但是呢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呢 他已经 他这个讲座已经过去了 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讲座 对不对 是的 嗯 那请厨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次的讲座设呀 有哪一些我们如果说跟得上的话 大家可以去上网找一下 可以去参加 可以去聆听 这次三个月的展览期间 故宫一共安排了五场免费的讲座 除了我本人 还有另外一位策展人 何言全科长 已经在十月份 已经讲完了之外呢 在十一月跟十二月 还陆续会有三位女性的讲师 分别是台大历史系的伊若兰教授 还有台义大艺术学系的冯又恒教授 以及清大历史研究所的马梦金副教授 他们会分别针对明清传记中的女性 明清的女性肖像画 还有女性形象的文化意涵 提出他们非常专业的观点 精彩可奇啦 所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踊跃的去参加 即使你不能亲自到故宫 你也可以透过故宫脸书来做收听哦 对他们都有直播哦 像处长的这一场第一场讲座啊 处长谈的是关于女性的这个 这次特展的策展经纬 那里面有很多一些特色 就是有很多精彩内容都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快速进入这一次观展的重点 那这一次呢 那个讲座里头呢 我有听到就是处长 其实在策展的这个女史刘芳 有很多那种有才的女子呢 您有做一些介绍对不对 对那是属于女性艺能的部分 那我们这次虽然只展了17件 女性艺术家的作品 但是她的品相非常多元 除了有书法之外 那绘画的部分也有擅长画花卉的 擅长描写昆虫的 也有擅长画山水的 那甚至在织绣的部分 也分别都有很不错的代表作品 我记得处长在讲座里面有提到说 因为女子的身份嘛 她们没有办 她们好像也没有办法出门 就没有办法去画那些大山大水 是 对 她们就只能就是说在家里 或是说画一些镜物啊 或是一些花园里头的一些景致这样子 对 就是就近取材啦 那虽然这次也有两三件是画山水的 可是呢 她们并不是真正出门去旅行写生 她们会透过临摹古画 来取得创作的灵感 所以临摹也是她们创作蛮大的一个 主要的灵感来源 是的 OK 还有还有 我另外还注意到了 那个处长有提到 就是说从红颜薄命的这个角度来看展哦 然后其实这一次的展出有一幅我觉得也蛮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文姬归函 对不对 这个故事处长要不要简单的跟我们讲一下这幅画里头讲的故事内容 好啊 那这幅画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件作品 文姬她本名叫蔡眼 蔡文姬 那她其实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 那在16岁的时候就先嫁给魏仲道 可是两年就守寡了 那之后又因为碰到董卓之乱 她被入侵的枪湖俘虏了 那最后还被迫嫁给了男匈奴的左贤王去杯 那在匈奴地区一住就是12年的时光 那这段时间她也生了两个小孩 那后来是因为她父亲生前的好朋友曹操 打听到了文姬在北地过着非常凄惨的岁月 所以就派遣使臣用重金去把她赎回来 那她才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 等她回到故乡成留之后呢 曹操又帮她另外婚配 嫁给了童俊的董事 所以是一位一辈子经过三段婚姻的薄命红颜 不过因为她个人的才华过人 她也把她现在胡帝的12年的经历 写成了胡家十八拍 还被流传下来成为不朽的名作 我觉得这幅作品啊背后有好多值得讨论的重点 就是我觉得女性在那个年代真的是 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见 她被掳了 然后呢掳到那边 然后生了小孩 已经在那边过了这么久的生活 然后就是说她的家人又要把她赎回去 那这当中我觉得文姬她到底 有没有被征询过说她的意见呢 就是说她其实在被俘虏到外地这么久 她也许在那边已经落地归根了啊 对不对 不是身处地的想啦 人总是会眷恋故乡 因为在她被俘虏的期间 她也写过好几封家书 叙说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所以心中一定是左右为难 一方面舍不得两个小孩 另外又觉得总要落叶归根 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真的是蛮纠结的一个经历 对啊好难解的一道习题 对不对 OK好 然后还有呢 我这一次呢 这一次的展出里面 我发现到有很多才子佳人的一个画作内容 然后尤其我也注意到 像唐颖唐伯虎的作品特别多 对 她为什么都喜欢画这些才子佳人 她本身就是一个风流才子 那当然才子佳人的配对 背后都会有非常曲折有趣的故事 那也很适合拿来张作绘画创作的题材 尤其很多戏曲也许会把它们演成一个那个作品 对不对 也可以的 我觉得这些才子佳人里面啊 我也心有所感你知道吗 就是这些佳人里头其实很多都是所谓的名记 是 然后他们因为这些作品反而就是他们的名字 就是名流侵蚀了 就是不管是好的或坏的啦 但是名字总算都是留下来了 反而我们从小就是被 就是被说什么无才便士德的那一些 可能家里的有德的妇人们 他们可能一辈子他们的才艺啊 他们的名声啊 都没有办法流传下来 这是不是也是令人感到有一点不胜唏嘘呢 好矛盾哦 对啊 那实际上有一些流名轻史的女性艺术家 确实他本身就是名记的身份 那不光是在才子佳人故事里面 名记经常被沿入画幅 那实际上创作者 他本身也是一个名记的身份的 所以呢 我觉得很很开心啊 看到讲座里面 处长从这些这么多有 我觉得有趣的角度 而且很有思考点的角度 带大家来认识这一次的特展 所以呢 我们节目当中这一次介绍给大家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一次的 他女性形象与才艺特展 10月6号到12月27号展出 希望大家把握时间赶紧去故宫看哦 今天非常谢谢 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处的处长刘芳如 谢谢处长 谢谢一萍 各位听众朋友再见咯 谢谢大家